千古伤心往事 一场谈笑春风 残片断检纪英雄 总为功名引动 个个轰轰烈烈 人人扰扰冲冲 富贵荣华 转头空 恰是难科一梦 大家好 今天咱们重讲舞的演绎 我是杨丽辉 新系列名叫新舞的演绎 不只是对旧版的存构 新版会有很多的惊喜 请各位节徒师 先看上两讲 与夏商周秦楚汉 三分南北至随唐 话说到了唐末 君丧不休天灾不断 君伐歌剧 民不聊生 唐皇传道二十代 到了唐义宗李锤的手中 唐义宗李锤虽然是个艺术天才 可他却没有君主的德行 游艳无度 交涉淫逸 任人不能 以至于政治腐败 天下降崩 公元874年 荒唐的唐义宗 在迎佛谷三个月后 死在了仙宁殿 年仅四十一岁 他留给后代的 是一个内忧外患 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天不又堂 新皇帝是一个小娃娃 年仅十二 名叫李轩 据说这个小皇帝有两个爸爸 一个是唐义宗 另外一个是宦官田令之 田令之本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宦官 但他在小皇帝李轩成长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小皇帝非常信任他 甚至喊他为阿父 田令之在小皇帝登基的那一刻 身份发生了逆转 从一个小宦官变成了苏密使 唐朝的苏密使 是苏密院的主官 由宦官担任 苏密院分担了一部分中苏省的职权 负责传达皇帝的指令 后来慢慢的发展 权力越来越大 成为制约中苏省的重要力量 小皇帝李轩当上皇帝的那一年 天灾不断 尤其是旱灾 全国能收的下粮 仅有往年的一半 秋粮更是颗粒无收 百姓只能用野草纸做粮 树叶做菜 年老体衰的 连草纸树叶都没得吃 只能饿着等死 死后的归处 也只是路旁的臭水沟而已 前些年遇到天灾 百姓们还能逃放到附近的州县 可今年全国一起大汉 想逃都无处可逃 路旁到处都是骨瘦如鞘的史诗 遇到天灾 按道理 官府应该开仓放粮 振继在民 可此时的唐庭 在皇帝无道 宦官乱政 宰相内斗中 早就成了一个空壳 哪还有粮食 官府不仅不振灾 为了满足上层人的欲望 还对百姓强行征税 地方官借征税的名头 对百姓百般催促 稍有不满 还鞭打棒锤 逼得百姓只能 拆无伐术 卖其欲子 实在交不上的 任凭官府处罚 就算是如此 所得税银也不过十之一二 还不够这些争税官差 吃酒喝肉的 朝廷一分都拿不到 官逼民反 如此无道的朝廷 不要也罢 从关中到渤海 各州各县 都有愤而造反的百姓 其中规模较大的 是浦州人王先知 在华州 长原县领导的打击 浦州 华州这一块 比其他地方更惨 不仅大旱 还赶上了蝗灾 蝗虫所过 赤底千里 王先知身负武艺 以饭食言为生 饭食言本就是重罪 把脑袋 背在裤腰带上 挣的钱也仅仅是糊口 当时关中大哉 那些吃不上饭 无家可归的百姓 纷纷投靠王先知 也干起了 这刀狗行走的勾当 越来越多的人 吃不上饭 饭食言也就没了市场 本就被官府打压 无力可图的饭食言 现在更是生多周少 已经有了三千人 跟随着王先知 怒而奋起 大喊 反他娘的 当即发西文到各州县 自称大将军 率众劫掠附近周县 当时到处都是 起义的百姓 官府实在无力救火 王先知所带的 这支部众 左右运动 四处强掠 经过半年多的发展 人数就达到了 数万之多 唐潜伏二年 公元875年 王先知带到自己的 死党上军昌等人 攻打浦州城和潮州城 浦州潮州 归天平军管下 也是当时受灾最严重 民变最严重的地方 王先知打军 几乎没有费什么功夫 就拿下了两层 天平军极度使薛崇 听闻两地被乱军占了 联盟带兵 从运州出发 镇压王先知 当时虽然到处都是明辩 可绝大多数 也只是不服朝廷 抢强东西 还没有哪支异军 能攻克州城 薛崇本以为 自己大军一到 王先知必然 为望风而逃 没想到 战斗力一向比较强的 天平军 竟然败给了王先知 今次蛤蟆 睁颅眼 翻却潮州 天下反 这句谚语 在当时流传甚广 现在潮州沦陷 看来是应了谚语 这让那些 挣扎在恶死边缘的人 越来越多的 去响应王先知 潮州冤巨人黄潮 是一个屡是不敌的秀才 他家世代范盐 家境颇好 所以才有条件 供他读书 但黄潮的确不是读书的料 他喜色善奇 性格豪爽 是一个劫富济贫的 狭义人士 他在冤巨 收拢了数千流民 起兵 响应王先知 山东百姓这一年 可是遭到罪了 天灾人祸 不造反 只能等着别的造反的人来抢 早就对朝廷 失望自己的百姓 纷纷投奔黄潮 数月之间 黄潮的部众 也发展到了数万 山东民变 愈演愈烈 自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 小皇帝不懂事 事情都是由阿富 田令芝做主 唐廷虽然有左右神策军 但多年不打仗 也都是花架子了 而且神策军 是宦官掌权的倚仗 他们才不舍得 让神策军出京讨贼 田令芝出了一个主意 他让小皇帝李宣夏兆 让朝周周边的淮南 中武 宣武 义城 天平 古镇 自行讨伐 朝廷无力 讨伐不顺 是晚唐军阀割据的重要原因 中唐时期 因安始之乱 代宗德宗两朝 对藩镇纵容 使得很多藩镇 实际上脱离了朝廷的管控 后来虽说 有宪宗 武宗宣宗 从政朝纲 但一直也没能跟出 藩镇割据的顽疾 宣宗死后 义宗只知道 享乐忠誉 朝政完全荒废 更加无力控制藩镇 中央军的战斗力 也在宦官弄权下 丧失殆尽 现在 田令之下令 让武镇兵马 讨伐乱军 也算是日常摆烂操作 武镇兵马 还没到朝周 王先知 就于当年11月 带到自己的 数万大军 流动到了伊州 要攻打伊州城 伊州是平鲁军的地盘 平鲁杰鲁使宋威 见乱军 来到了自己的地盘 不急反喜 这可是自己 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他上这回朝廷 要朝廷 售他为本道招逃使 另外还要加上 马步兵五千 自己才能讨平逆贼 对朝廷来说 一个虚嫌倒没什么 可这五千兵从哪弄 一番讨价还价 朝廷最后只发了 三千步兵 五百骑兵给宋威 加宋威 为诸道行银招逃使 让他节制 各阵前往讨匿的兵马 潜伏三年 公元八百七十六年 七月 各阵讨匿兵马 终于慢慢悠悠的 集结到了伊州 宋威发动总攻 王贤之不敌 溃散而逃 宋威得胜 觉得王贤之此时大败 一定会一蹶不振 为了夸大自己的功绩 上表说王贤之已死 并遣散了前来支援的 各道兵马 自己也带兵 回到了青州 凭了乱军 小皇帝和天令芝自然大喜 百官入朝庆贺 可高兴还没几天 又接到其他周线周报 说王贤之还活着 并且还和之前一样 到处在抢掠 天令芝连忙下召给各道 让他们再去搅贼 跑逆的各阵兵马 刚休息又被拉去加班 自然是人人生怨 原本就对朝廷 有很大意见的军事 出功不出力 8月 王贤之率众 一路抢劫 竟然到了河南府 还攻陷了阳敌和家成 朝廷一看 没想到王贤之流窜得这么快 赶紧催出中武军 讨伐乱军 让朝义军 义成军 带兵输为洛阳 让山南东道 把守汝州邓州的重要道路 调宾宁军 凤祥军1500人 把陕州和通关守住 一定要把王贤之堵在山东 还把左陕七长市郑元玉 受为朝讨复死 让他赶赴东都洛阳 左陕七长市 大家不要以为是个小官 这可是皇帝的顾问 品级和宰相一样 一般是宰相的候选人 或者是退休的宰相担任 是皇帝的智囊 中堂大名鼎鼎的李璧 在做宰相之前 做的就是左陕七长市 大家看 朝廷的这一通安排 充分表现了内心的恐惧 可就算如此严防失守 还是没能堵住王贤之 九月初二 王贤之攻陷了乳州城 擒住了乳州赤史 乳州赤史 王辽是宰相王夺的唐兄弟 消息传到长安和东都 东都的官民下的 争先恐后向外出逃 长安的小皇帝和大宦官 也都慌了神 对自己的其他部署 没了信心 就想要招安王贤之 九月十一 皇帝下诏 赦免王贤之上军堂的罪过 并给了官爵 王贤之看不上朝廷给的官爵 带兵去攻打郑州 赵义军的辖地 是陆 哲 行 明 池 武州 距离河南比较近 赵义军的兵马 在中牧县 击退了王贤之的军队 王贤之的军队 并没有远达的理想 也没有远达的目标 打不过赵义军 也不硬拼 调转兵峰 向南而去 十月 王贤之率众 强掠 唐州 邓州 随州 十一月 王贤之的大军 到了盈州复州 盈州复州 不是军事重镇 王贤之很轻松的 就拿下了二州的州城 十二月 王贤之率众 在菜 申 光 卢 寿 书等州 乱强乱杀 淮南节度使刘业 上表请朝廷援助 朝廷让赶化军 支援淮南 李宣继位后 另授卢邪 郑田为宰相 卢邪和宦官的关系 走得近 得到宦官知识多 所以朝廷有事 多采纳 卢邪的意见 郑田觉得 自己这个宰相 做起来特别没意思 就上咒 请求辞官 李宣知道 郑田有才 而且对朝廷很忠心 不同意郑田辞官 郑田上咒道 自从宋威报捷以来 王先知更加猖狂 脱陷入六州 创一数千里 诸道对他 颇有不符 现在宋威滞留伯州 毫无讨逆之心 曾元一遇 拥兵齐皇 也有望风而退之意 若贼军攻陷扬州 那江南就不是朝廷的了 臣推荐三人 崔安浅 威望过人 李卓是西平王李盛的孙子 至君严明 张自勉 小勇战将 臣请让崔安浅 为行营都统 李卓 为朝讨使 张自勉 为朝讨复使 郑田以辞官为威胁的建言 终于被采纳 同时 李卓还让宦官杨复光 担任了朝讨复使 独奸 四人受命 领兵出发 走到唐州的时候 探听到王先知的部将 上军场的弟弟上让 驻扎在蔡州的扎牙山 不敢轻举妄动 官军退守邓州 唐庭调兵换将的时候 王先知可没有闲着 他率众攻打齐州 齐州刺死 裴窩是王夺的门生 王辽被捕后 王先知逼他写信给裴窩 让他开诚投降自己 裴窩通过王辽和王先知 说上老话 他劝王先知不要着急用兵 自己替他向朝廷求官 在王辽的居中劝说下 王先知同意了裴窩的要求 裴窩设宴 王先知带着 皇朝等三十多人赴宴 宴会之上 裴窩拿出了大量的珍宝 赠送给了王先知等人 以示和解的诚意 裴窩的周表到了朝廷 引起了宰相们的激烈争论 多数宰相觉得 王先知不过是个小贼 讨拼他是迟早之事 赦免这种小贼 只会助长乱军的气焰 王朵考虑到自己的堂兄弟和门生 都在王先知手里 为了能保住他们 坚持要招负王先知 小皇帝李轩 同意了王朵的请求 受王先知为左神社军压压 兼监察于死 等宦官把诏书送到王先知手里的时候 王先知别提多高兴了 他回到军营 把朝廷招安的诏书给兄弟们看 皇朝直直兮兮地看了好几遍诏书 就是没有找到朝廷对自己的任命 顿时怒气 打声地质问王先知 我们曾功力誓言 要恨行殿下 可今天你却独自得到朝廷的官决 敢赴长安 做什么左神撤军压压 这让我们五千多兄弟该怎么办 越说越愤怒 举起老拳 招呼到王先知的身上 王先知的不重 得知这次招安没有自己的份 也都吵闹不止 王先知畏惧众怒 拒绝了朝廷的寿命 皇朝一通老拳打了王先知 自然不能再和王先知走一条路了 五千人马 两千跟了皇朝 三千跟了王先知 在齐州城大势抢掠 城中的百姓一半被屠杀 另外一半被赶出了城外 城中的房屋也被乱军一把大火 烧了个干干净净 陪窝逃往鄂州 宣子的宦官逃到了向州 倒霉弹王辽又被抓了起来 在齐州城屠户一通后 王先知带人向南 追着陪窝向鄂州而去 而皇朝带到两千人 则转头向北 两位起义搭档 同苦不能共干 朝廷的一个空头冠绝 就拆散了二人 二人的命运 也在此刻发生了急转 一个走向灭亡 一个走向仓矿 那分道扬镳的两路乱军 各自经历了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各位节度使 从今天起 咱们正式开讲新舞台演绎 新舞台演绎 相比之前的舞台演绎 历史跨度更大 把原来的舞台演绎 缺失的部分 尤其是晚堂部分 补充了进来 重要人物的线索 更加的挫扎 也更有立体感 所以新舞台演绎的精彩程度 要远超舞台演绎 请各位节度使继续支持 当然新舞台演绎 依旧会遵从正式框架 努力为大家 还原一个有声有色的 舞台思国 新舞台演绎 从王贤之 荒烧起义开始说起 会详细地介绍 舞台初期 各种势力的 成长发展史 这也是最重要的改变 讲道和旧版 重复的部分 会对旧版进行 补充重构 换上统一的 更美观 更详细的地图 对老观众来说 二刷舞台演绎 绝对不会不着 看到这里的各位节度使 请帮忙点赞 转发 关注 这对我频道的发展 有巨大的帮助 有了你们的支持 新舞台演绎 才能越做越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 请不吝点赞